那么到底什么是湿地 长江 黄河等河湖水体算不算湿地呢 湿地是天然形成的吗 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湿地这个顾名思义 潮湿的地方 实际上湿地包含了陆地上所有的水体 甚至还包含了那些低洼的地方 比较潮湿的那些区域 再加上海洋低潮的时候 水深不超过6米的海域 就陆地上所有的水 加上海洋的一部分都叫湿地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长江就肯定是湿地 冬天湖 颇阳湖 青海湖 那就全都是湿地了 人工的水库这也都是 湿地包括多种类型 珊瑚礁 滩图 红树林 湖泊 河流 河口 沼泽 水库 池塘 水塘 水稻田等 都属于湿地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 其表面常年或经常覆盖着水或充满了水 是介于陆地与水体之间的过渡带 主要是这么五个方面的类型 河流湿地 湖泊湿地 沼泽湿地 滨海湿地 最后是一个人工湿地 咱们中国的湿地面积啊 大概就是66万平方公里的样子了 它占国土面积大概7%左右 在世界上排在第四位 亚洲排在第一位 是只能有空本性的 丶海湿地 丶海湿地 团海湿地 空海溪的亚洲排池地 我们用玄 CRA缘加几几十十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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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净正序